作者 程九 后期 鬼步语 第695集 姬云开深知萧九安的龟毛 不仅换了一身衣服 还特意洗了个澡 重新换了一个装扮 果然 萧九安看到姬云开明显沐浴过后的样子 不仅脸上的表情柔和了几许 就连眼神也带着一丝笑意 然而 萧九安高兴了 姬云开却高兴不起来 遇到这么龟毛的男人 他以后怎么活呀 总不能出趟门被人蹭了一下 就要重新洗澡换衣服吧 长此以往下去 就算他没有洁癖也要被逼出洁癖 当然 不爽归不爽 姬云开面上却没有表现出来 大过年的 就不要提这种不高兴的事了 这种生活上琐碎的事情 他相信 凭他的情商和萧九安的智商 肯定能好好磨合 在姬云开友谊的配合下 两人这顿饭用得很愉快 不过可惜的是 两人之间轻松愉快的气氛 或者说 萧九安愉悦的心情 仅止于吃饭这个时间 因为 一吃完饭 费小柴就拿着他列好的单子来了 就像是提前踩了点一样 完全没有给姬云开和萧九安多余的休息时间 看到费小柴的刹那 萧九安的脸立马就黑了 周身散发出冰冷的寒气 要是一般人 一踏进来就会发现不对 然后会尽快找理由离开 可费小柴是什么 说他机敏他绝对是机敏 说他神经粗他神经也粗 要放在以前 萧九安一变脸 他肯定能在第一时间感知到危险 并迅速离开 但现在 沉浸在给小娘寻好吃的水果中的费小柴 完全感知不到萧九安身上散发出来的危险 只觉得有点冷的 他拉了拉身上的衣服 无视萧九安的黑脸 走到姬云开身旁 拉着姬云开讨论 主要准备哪些水果 要准备多少 除此之外 费小柴还跟姬云开仔细研究了一下 一路上要怎么保证水果的新鲜 要几成熟的水果 才会在送到后正好能吃 不仅仅要能吃 还要保证小娘一直有的吃 咱们辛苦送一趟 总不能只吃个两天 然后就全部坏了 不能吃了 是吧 费小柴问得十分仔细认真 姬云开原本想随便打发两句 先让费小柴离开 免得萧九安不高兴 可是费小柴完全没有这个颜色 一个接一个的问题抛出来 姬云开不得不认真的 跟她一起研究保存水果的手法 要几成熟的水果最合适 甚至费小柴考虑 在天一谷种几棵她小娘爱吃的果树 问姬云开要怎么种 才能保证她小娘在怀孕期间 能一直有水果吃 姬云开手上有没有能现在种下去 快速生长结果的种子 要种果树就难办了 得结合天一谷的环境 水土光照 然后让姬云开提前催熟 移植过去 姬云开本身就是植物异能 不仅懂得多 还挺喜欢摆弄花草的 费小柴又虚心询问 姬云开一高兴就不免说得多了 这一说多 她就把萧九安给忘了 哪怕萧九安一直阴沉地坐在屋内 姬云开和费小柴两人 也一时没有顾得上的 这个时候不得不说 其实费小柴一直都十分敏锐 以前她敏锐地察觉到 萧九安是不好惹的 是以萧九安一释放杀气 费小柴就跟兔子似的跑得飞快 现在她敏锐地察觉到 萧九安压根不会动她 所以不管萧九安怎么释放杀气 费小柴都能假装自己没有发现 反正有小师妹在 萧九安不敢拿她怎样 等到姬云开和费小柴说完 姬云开这才想起 她把萧九安丢下了 扭头一看 见萧九安黑着脸一脸不快 姬云开暗道不好 随便找了个理由把费小柴支开 姬云开便凑到萧九安身边 满脸微笑地道 王爷 你有什么想吃的水果 我给你准备 姬云开绝不承认 她这是谄媚讨好 她纯粹就是 为了家庭和谐 对 没错 就是这样 顺便给本王准备吗 萧九安的脸很冷 声音也很冷 怎么可能 自然是特意给王爷你准备 确实是顺便 但这话不能直接说出来 可惜萧九安不是那么好糊弄的 是吗 要不是费小柴找你要水果 你会记得问本王爱吃什么 会记得给本王准备水果 不说她回来的这两天 就是以前 姬云开也从来没有问过 更没有做过这些事 仔细想想 姬云开似乎从来就没有 把她放在心上 她冷淡也好 重视也好 姬云开都是一样的过 根本不受她的情绪左右 王爷不是一向不爱吃水果的吗 姬云开实在是哄不下去了 萧九安真的不适合聊天 跟她说话太累了 既然知道本王不爱吃 你还问 萧九安的脸色更难看了 俊美的五官没有一丝表情 只有盛气凌人 这一刻 然后是姬云开也被她的气势 害了一跳 乖乖低头 不敢看萧九安 我记得王爷挺喜欢我养的花的 我等会让人送一些过来 她最近没有怎么养花草 但屋内还是摆了两盆 这会儿姬云开忘了 她的房间也是萧九安的房间 他们可没有分房睡 不必 本王不喜欢 先前她让人从姬云开那里 拿花草的小盆栽 是因为姬云开养的花草 与旁人不同 那些花草上 有让她安定的气息 现在 姬云开仍旧在这里 她还要那些花花草草干什么 那好吧 百般讨好无用 姬云开也气馁了 决定放弃 萧九安这人绝不是讨好 或者哄一哄就行的 萧九安不高兴 她也没有办法 只能等萧九安自己想明白了 姬云开放弃哄萧九安的动作 起身整了整衣衫 离晚饭还有一些时间 我今天也不外出 我去给师娘准备水过去 说完 姬云开等了一下 不见萧九安说话 便转身出去了 却不知在她走后 萧九安一直瞪大眼睛 看着她离开的背影 完全不敢相信 姬云开就这么走了 在明知她生气的情况下 就走了 她这人确实不好讨好 不好哄 可是 姬云开就不能认真讨好 认真哄一下 这么哄两句 不见起笑就走了 这真是认真的 姬云开 你个蠢女人 看着姬云开的身影 消失在眼前 萧九安气不打一处来 狠狠一个用力 便将椅子的扶手捏碎了 安卫在角落里 看到碎成渣渣的木头扶手 默默地擦了一把汗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下集更精彩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